全身虚拖被抬上救护车 他是台北市前议员蔡坤龙 去年鬼门关前走一遭 却没想到竟是遭人下毒 喝了被加料菜头汤 嫌犯还是自己的贴身司机 就在去年11月24号 蔡坤龙跟往常一样 吃无姓司机买的卤肉饭菜头汤当午餐 没想到汤喝下去没机口 就开始头晕想吐 不到半小时被抬上救护车 送到医院发现血氧含量 胜不到百分之四十 被诊断突发变性血红素血症 经转院施打解毒剂后才减回一命 事后发现疑点重重 汤的味道感觉比较 像喝到勾芡的汤的感觉 好像那种喝很醉的那种阴汗的感觉 不仅汤的口感怪异 平常司机都是亲自将午餐送到他手上 这天却交由秘书转送 还表示忘记午餐在哪买的 事发过后没两周 无姓司机就提出离职 虽未查出菜头汤及毒物 但医院报告出炉 蔡昆龙的确服下含雅硝酸盐类毒物 怀疑是有蹊跷决定保警 如果龙度高的话 血氧龙度会急速下降 就造成我们中速性的休克 然后细胞在五分钟里面 血氧就会坏死 骗植物人 俊阳姐该名无姓司机 有过失伤害及酒驾前科 任职蔡昆龙公司大约一年 检察官事后 依双方说辞及诊断诊明认定 无姓司机涉嫌在食物中下毒 依伤害罪提起公诉 不过究竟什么深仇大恨 要这样下毒害人 双方有无嫌隙 蔡昆龙说的保守 后续还有待司法调查理清 记得叶维林分享 乔台北报道